来看一下TE对着WBG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边的话张狂挽留带闪现的鱼女 这个不会有太多其他的可能性的 就他这首鱼女不拿 不太可能 因为他的鱼女是真的 不能说蛮强 我觉得是很强 但是球者这把有什么好呢 球者这套这套阵容里面 最后点的这一首入练师真的太好了 入练师打一个张狂鱼女奇效 真有奇效 这局悬念的话呢 我觉得就出在这个入练师上面 球者要出现一个多跑 就看入练师这首铃就给的怎么样了 因为这个阵容你去跟鱼女正面打 说实话一个古董杀 你要像刚才那样 靠古董杀一轮打活呢 你得是前期要有一个非常久的牵制 像这样抓入练师 那入练师能牵制多久呢 对不对 这个入练师这波位置被包住 看一下一个收叉 好的入练师被拉走 这是一个双弹加飞轮的入练师 陶行 抓入练师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抓入练师 我觉得对于一个张狂鱼女来讲 他上来抓入练师 就脑门上面刻着两个字 宝屏 他都没有其他的想法的 这个入练师而且是陶行 陶行属于是 我觉得TE的一个 非常强势的一个牵制点 陶行的一个个人牵制能力 还是很顶的 这边的话张狂开技能 一个冲刺 能不能冲到 冲到的话直接带走 冲不到的话 冲到好像水气也不够 等会儿看 这边绕绕绕绕绕绕 陶行这边 一个冲没冲到 再包一圈 收叉 交飞轮 挂地压室没必要 这个地压室挂了就交灵鹫了 然后挂地压室 实际上面也久 这个飞轮呢 怎么说呢 他刚好就拍了块板子 拍板子 他交不了飞轮呢 其实他这个飞轮交了 我觉得这轮的一个牵制就够了 就差不多接近三台机了 但现在的话不太够 那么在防守端如果说 但其实对于老杨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还并不 并不能说老杨这个平均能保下来了 他打个震慑 打个双导的话 我觉得才能这么说 这边80多的水气 双导有没有 有 好 有的话呢 穷者的密码机就不够 可以看到对吧 杨忠心这个鱼女 还是蛮顶的 各方面的操作 这一轮全面碾压 导致这边的话 入联师连飞轮都没交出来 这边入联师应该拉走 这一轮的话 我觉得穷者这边 应该是不会再来救 这个入联师的吧 古董上会打 但是古董上不会救 就古董上这边想打架 可以过来打一波 但是想要救 不太可能 一跳过来 没甩到东西 再补棍吗 一棍子又点下来了 点下来这边有飞轮 交不出来 交不出来 反正我古董上就在受了伤害 我也能走 这边逼出一个飞轮 丢叉 古董上还能打 还能打 要的是什么 拖时间 这轮拖时间拖的是什么 并不是说想要拖一个四人开门站 没打到 主要他没有底牌 所以又没有浩克之道 这边的话 再一棍点 那人挂上 这一波拖的是什么 我觉得 这一波拖的是佣兵的自起 就古董上这边打架的话 一轮拖 拖完以后 佣兵自起 佣兵自起以后 这边补文状态 你这边击倒入联师 对 你可以击倒 你可以挂飞 挂飞击倒完之后 外面穷者三人满状态 余女拿什么营 老杨这一波的话 其实稍微的 有点可惜的 就是没有在古董上身上面 占到一些便宜 他如果说能够在古董上这里 再占一些便宜 打一些伤害 后续他可以 就穷者这边 可能状态就补不满了 一刀闪现 他可以回头去 比如说击倒古董上 来形成一个上挂 再通过防守端的一些东西 来打出 看看他们打出一个真身面 当然可能性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因为古董上 这边穷者这边也不傻 不可能站在原地等你的 如果古董上受伤了 可能就找个地方蹲了 找个地方躲了 现在的话 病患手里面有个薄命 也不是特别怕你倒遗产 我觉得这局老杨这边的话 应该是以消耗为主 以消耗为主 确保这个平局再说 能把古董上的棍子消耗完 把佣兵的护壁消耗完 消耗完了也不足以真胜 消耗完了说实话 就是这个平局可能更稳一点 一波丢差 瞄准枪头 冲刺 没冲到 这边的话过来 水汽 收差有了 妈 没有 现在有了 这波水汽打完 外面机子重启 我觉得 甚至可以翻翻道具 甚至可以翻翻道具 老杨这边也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边古董上棍子耗完了 好下一个傭兵 对吧 我只有把你们道具全部耗光了 并且他这边还要干嘛 他闪现是交的 他需要这边拖出一个闪现 这样的话 开门站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往这个真胜方向打 但即便如此 我觉得他的真胜面 就他真的把这边的病患的勾都耗完了 他的真胜面可能也不超过30% 更多的70%是一个平局 当然耗完了呢 穷者比如说 就走一个 走三个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了 这个打法是我比较推荐 就是我们高分段的玩家 就是你在遇到瓶颈的时候 就这种打法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经常 在解说的过程当中观战的观众给大家讲 就可以看到这些顶峰玩家 他们的一个残局思路 就你想一波平推 把这些顶尖的穷者平推推完 不太可能 他们的任性 他们的操作 你推不到 那怎么办呢 就是慢慢的耗 把他们消耗殆尽 佣兵这边的话压击 那开门站 这开门站还不是特别舒服 这开门站是一个满血带护壁的佣兵 病患这边三勾 当然古董商这边倒是能 老杨这边想真识 想真识 过来找病患 他还想再压一波 但这个东西压 你得压近 就是比如说这边病患 这三个钩子 你也交不完 这边病患走了 不倒遗产了 他得回头 他得回头 没办法 因为你这波载着病患 球者这边过去补这病患的机子 你打病患 病患这边机子就亮了 很努力 很努力的在想要去消耗 但说实话 就是因为入联师那一手有灵鹫 他在过程当中就没有太多的机会 现在的话 我觉得球者这边反而拉开以后 补状态翻箱子 只要能够确保三个人 每个人都有一些道具 还有说法 还有说法 其实我觉得刚才守着这个古董商 会不会 守着古董商是个平局 他不想平 这局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赢 真的很想赢 就我们上帝视角 或者在我这个视角来看 我是觉得他这局真的迎面 微乎其微 就我要是他 我知道好求生者可能能够为自己增加一丝赢面 但是看到这个情况我感觉也 说难听点叫什么呢 做无用功 甚至给自己还增添一些风险 不如先把这个平均保住 但他可能上一局被三跑了 很不甘心 就这一局你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在过程当中 这个努力的感觉 就这边守机子 我就要把你们榨干 榨干了以后 他得是把穷者榨干 现在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说写剧本 他要赢 他这局也得把穷者这边首先榨干 然后控得住场面 控住这边密码机 然后还要干嘛呢 还要起一个击倒上挂 而且这个击倒上挂 还得是这个古董商 对吧 你挂个病患 这个病患开门站有勾的 你挂个佣兵 这佣兵不太可能挂得上 挂地下室 对挂地下室可以 但穷者也不傻呀 我给你地下室不可能吧 这闪现交不交呢 这闪现应该不交了吧 怎么的闪现留个保底 还是要的吧 穷者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啊 也是完全不给机会 而且慢慢的穷者 反而在这轮的一个拉扯过程当中 毕竟人家是对吧 几个人 你只有一个人 对吧 双拳难敌四手 慢慢拉扯状态全补满了 反而我觉得穷者这边 有了一些机会 现在需要的什么呢 古董商这边再翻一个位移道具 香水的话 我觉得作用不大 比如翻个位移道具 或者翻根魔术棒 这样的话 三人开门战 三跑的可能性都有了 对吧 有位移 就有说法 就有机会 这边的话 老杨其实应该 明确的看一下这个地窖了 打到现在 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了 虽然说努力了 但是有的东西就是 努力过了 也得接受现实 这边的话一波收叉 50多的水汽 形成不了击倒了 外面三个人满血的话 形成不了击倒了 能逼出飞轮吗 逼出飞轮也是一件好事 那现在的话 我估计他现在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他应该也想清楚了 这边的话 古董商飞轮又不想交 我们机子好了 我就要留道具 再的话 傭兵天门 并换还有个薄命 不过并换这个薄命 能面对一个 有挽留的监管者 应该是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说法 这边的话 有没有看到这边 是上面的 水汽爆 密码器点亮 一刀飞轮 好 交闪现了 等香水结束交闪现 没办法 张狂鱼女 真打不了 挂地压室吧 球人这边的话 也不太会有别的想法了吧 走了平局 那可以啊 双方的话 在这一局 是打出了一个 5比3 也就是说 双方第一局第二局 握手言和